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就是修清净心 只有清净心能够帮助我们往生 只有清净心才能够灭五量罪 灭五量罪从哪里 从清净来的 所以清净心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很重要 应该是什么时候修的呢 如果今天大家把经听明白了 你今天就要开始修了 我们才有把握 不是明天不是后天 马上当下你要马上修了 今天有人骂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今天有人要批评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都是假的 今天有人的赞叹你 阿弥陀佛都是假的 像前几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 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是一个年轻人的 他说师父 我感谢师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终于跟我讲 他喜欢我 我心里很欢喜 我跟他讲 都是假的 所以这位居士跟我讲这个道理 我说都是假的 你不要听他的 等一下有爱必须有恨的 今天说爱你明天会恨你了 你看哪一对夫妻不吵架的 你去观察一下 哪一对夫妻不吵架的 从头吵到尾 从尾吵到头 你看 哪里真的是爱呢 你说对不对呢 所以师父选择这条路是正确的 是真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总监事 你要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清静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往生才会有保护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的 最后跟大家来分享 最后 邱老师下面的那一章 所以佛在大神经里面告诉我们 清静心里面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就是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这个是第一个 最圆满的清静心 那启赤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启赤的 启赤就是有起心动念 但是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是排第二的 那在启赤是最低的 最低的 最低的就是没有执着 已经没有执着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 做不到 这个是最低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 太过于执着了 太过于执着了 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执着这个财产是我的 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 执着这个是我的 执着那个是我的 执着这个 执着那个 意丝毫都放不下 所以你在这个世上 不但往生不了 你在这个世上 你是最苦的一个人 为什么人会苦 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研头就是这个 执着过于 过于执着 执着的太重了 的 得哦 感谢观看